你要干一件事呢 优化那么一点点是没有用的 和新闻解释开创了新的品牌 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最好是不 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类别当中 开了一个赛道 好那一点点不足以推搬 消费者心中原有被固化的那个认知 除非你有颠覆性的感觉 不要enjoy自己 努力慢慢一点点 小创新小优化 没有用 你相信人家品牌的力量 总已把你带掉 第二你就是考虑小优化 别人能马上抄吧 新开一堂赛道 我成为这个赛道的王 你看中国这些成都的公司 大致是开创了一个属于自证的 独特的赛道 怎么在消费者心中 找到那个正经性贴族的人 通常呢 这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是打法不一样的 老大呢叫封杀品位 比如说要招人就找五一教 连续多少年 遥遥领先 老二叫高登职位 你就找智能招品 占据特写 老三呢就叫互联网人找工作 就算拉勾网 就因为拉勾更懂互联网 找坚持你就找智能 你可以发现它是垂直聚焦 老四呢 找工作可以跟老板直接聊 这个开场信息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通常就看 你是什么时间进来 出在什么位置 稍微的 总结果呢 字幕 李宗盛